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奥特曼 小曼今天的主角依旧是奥特曼 孙泽塔自从开播以来 一直都是奥迷们口中 津津乐道的话题 不过大家不要认为 现在的泽塔已经表现得足够稳定 也足够完美了 事情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最精彩的 永远算黄脸等着大家 距离大家最近的好戏 也即将开罗了 因为孙泽已经选顺了广性的好戏 可以登场 当然,这就不是要小曼这种平方 因为小曼靠近脑膝胀 刚刚想到 这个人本以为 已经不及到 无级风暴形态 竟然还和 这大费人员本主的贝利亚的光 不光如此 还随便整成了四季的流量 不过这些配置 还曾经双方形态的武器提起来 它的比喻算是 第一次推出 因为所谈到出的武器 自然就是贝利亚的防戒 也不知道贝利亚和所谈 有什么需要相守 就让他这么一个 对于无级风暴的新的前队 把对于保罗做成一件 可这连续运动力的准备 以可来准 不过按照国际惯例 才是要先欣赏一下 我们的游户会进行键 准处理亚的游户会进行键 明年奥迷一眼就发现重点 那就是这个情况 本定进入了赛罗之力 毕竟赛罗的人热度太高 远古拿赛罗来猛热度 也是见怪不怪的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这一次贝利亚也被远古拿了出来 一头来见证设定 老奥迷也很了解 也是远古大爷之前的状态路 不过在之前的设计中 这种武器的使用者是偷爱 最明显的意思 竟是重拔在军内 合体情态的武器 武器上也有一个 Igic过的脸红 这边看起来 很脾气 还是挺温柔的 而上面只有贝利亚 一个头而已 不过能够没有感觉 把贝利亚跟出来之后 他们立刻就想起 能够得这些人吃饭 结果当时 实习中自己的老夫妻 好棒的安息 结果将贪心的元素 做交出来 准够了准备一 Igic过 可以让这样的武器 请拉了出来做武器 那么不一定要本人 也会有些人献身吗 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联想关注 我们下集见